怎么办呢?拿着华丽的宝箱让我有种体验竞技巨人的感觉让我头晕目眩 我们先来到丛林的这个传送点 往右边转来到蘑菇症 通过这个蘑菇跳到上面的平台 然后用草元素打下这个重叶绝远让它吐出四叶印 再拿上草种子飞到对面平台 打下这石头会有个奇葵宝箱 再用草元素激活下这个蘑菇上面的图号就会亮起 这是第一个点位 接下来到这秘境 向后转 我们要飞到这个平台上 用草元素激活下 这又是个奇葵宝箱 我们要激活的蘑菇在左边 这是第二点位 接下来到这个传送点 打下这根花蕊 我们要来这个平台上 激活下这个蘑菇 再拿走这个奇葵宝箱 这里是三号点位 然后再回到这个传送点 往左边飞到树背后的这个平台上 这是第四个点位的蘑菇 第五个在后面这树最上面这个平台 控制方向就这样飞上去 走之前都看看树上的符号 有没有正常的亮起 接下来再来到这个传送点 往左边走 用草元素打下面这个花蕊 前面会多出好几个四月印 目标右边这个平台 这里飞的时候要注意往右边飞 激活后我们下步要去这个茅草屋 远方就是七天神像 这里飞的时候也一样 稍微调整方向要往茅草屋那边飞 这里就是最后出华丽宝箱的地方 目前还差最后一个蘑菇没激活 抬头对准四月印 飞到这平台上 激活蘑菇后在原路返回 落地出箱 话说这用四月印 飞来飞去的灵仔 是不是来自近击的巨人 得晕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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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